哇 哇 开箱凡人 开箱凡人 我们都是不平凡的凡人 我是开箱人秉云 Jingle Bell 要戴这个 很适合你耶这个 你肯定不能当圣诞老人 不是因为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 跟我有很多个共同点 比如说一样帅啦 眼睛一样小啦 哈哈哈哈 这个又是我眼睛一样小 是不是一样会唱歌啦 啊咯 不是她是我们2001年 AZRO新秀的冠军得奏 然后曾经大家非常认识她 是因为大家都听到她叫人家宝贝 哈哈哈 是她的宝贝听到 人家叫别人家宝贝 我也很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宝贝就是 Avery林建卉 哈喽大家好 柏林你好 大家好 你知道你是我们的名单里面 就是很早就已经决定想要敲你的 是 然后像找一个很适合的时间点 终于在对的时间点 就是在圣诞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是想说圣诞节 要找一个比较 Long my romantic 然后又可以 很banana的 是吗 我会不会把很英文的人 想成很圣诞节的feel 有一点点是不是 白人有庆祝圣诞节的习惯吗 呃 有时候 有某一些年 其实不是每一年都会有 因为我家人 我家人比较 妈妈的比较Western 爸爸他们比较 东方一点 Oriental一点 Oriental一点 是不是她耳机不在 是哦 不然她没有戴耳机 你要戴耳机吗 戴耳机好像感觉比较好 戴耳机也感觉好一些 难怪 我就奇怪 Oh my god Hello Welcome to 开箱凡人 Welcome 所以刚刚还没有听我们的片头 没有关系 大家重看一百遍 OK 先讲一下大家认识 当然是那首歌曲之外 其实后来有一些歌曲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像 你不懂我 那首 你看 连Pauline都会唱剧代表这首歌红 而且还有她的电影 甲洞 小电影 对不对 等等的 但是回忆一杀 好几年了 因为 Eric讲真的是 2001年 就是Extro新秀就出道了 嗯 今年是2019年 所以 你出道快 快20年了耶 OMG 再多个2022就20年 对耶 有没有打算办一个20周年的演唱会之类的 其实有耶 我经纪人有想要办这个 就是20年的 所以还在 应该还在激化这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对 对这个事业会有点要求 哦 所以我觉得 好像可以再做多一点 是 其实我们跟Erilyn见回的缘分哦 还蛮奇妙 真的有点 很早就已经结缘了 先问一下Erilyn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你不是要给她看照片吗 of course 先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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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的 就是第一次见到你们是在台北 yes Bingo 这对啊 一分 然后在哪里呢 然后在台北的某一个 某一个有 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在跑着宣传 所以 他是有个地方是可以 弹唱 就是唱歌表演 像cafe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好像是在西门町 没错 在西门町 所以是在西门町 那是第一次啦 我印象中是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见过两次吗 在台北 快点给一个Dang先 Dang啊 Dang是在 Really 这个好像不是Dang 这个就是答错的意思了 我给你看 我直接给你看 What 你看到后面的人吗 是耶 你有看到我们在哪里吗 哦 就是那个单曲 Together的那首歌吗 对 没错 Together 你是那一届 我们什么雪州 什么 马来西亚的 形象大使 对对对 这个也是在台北 对 哇 而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我们两个是主持人 哇 今天也是以这个开箱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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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个祝福 没有 所以这个是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然后招牌 然后这个主持完之后 我们才去看 我给你看音乐会的照片 我自己音乐会音乐会的照片 音乐会的有有有 那你要给她看 我朋友一直讲说 一定要给林几卫看这张照片 很经典 真的很经典 我记得 啊 啊 啊 是是是 啊 哦 你看我們多認真 這個是我的 音箱總的 是 一個音樂會 很 intimate 的 我記得 你有很多 sharing 有彈唱 還有講你的故事 你有說你為什麼健身 那段時間你很 fit 是不是 對 那時候是最 fit 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你失戀 所以你就很 You're right 很認真在健身 我記得他講故事的咧 你真的記得他的內容 我只記得我點了一首 他不會歌詞的自己的歌 什麼歌 到底是什麼歌 我點了世界末日快樂 你怕嗎 是 我有印象這個 我看到那個歌名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會有人懂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在馬來西亞發的 所以那時候在台灣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你們是馬來西亞人 啊 對 然後我在看那個歌詞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對啊 我完全想不起 他一邊唱一邊忘詞 就很搞笑 是 因為很真實 所以那段時間是住在台北的 對 那時候在台北 是過了新秀之後 然後就 也一段時間的對不對 應該是2007、08年 對 然後就去了台北 參加這一個第二屆星光大道的PK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他就有一個稱號 叫做馬來摩 就看到他都會倒退 全部倒抽一口氣 林建輝 那個馬來摩的是我好幾年之後 我才知道馬來摩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馬來摩是什麼的啊 我不知道 他是東圍的 對 Tasmanian Devil 是嗎 對 他是國寶的機動物 對 我那時候以為馬來摩 就是馬來西亞來 那個摩我也不懂是什麼摩 因為你的中文本來就 你是英文加的嘛對不對 可是他有好幾個詮釋 馬來摩就可能是 很可怕的意思 就是你就很 魔鬼的摩 對 就很實力派 大家會怕你 也是有這種寫音 誇張啦 是一個誇張的名字 可是真的是有那時候 聽到馬來摩會倒吸一口氣 他另外一個比較親切的名字 叫做草石南 哦 對 草石南就是 我聽見人家裡寶貝的一個 一個稱號 然後一直到好流氓 結果變成好流氓 yeah 你看每一張專輯 都有代表每一種 個性不同階段的男人 真的耶 不同階段 現在先階段是什麼 你覺得你現在是 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我現在的階段應該 屬於是 mid life crisis 蛤 真的啊 mid life crisis 成真 是 我覺得現在的我有很多東西 是 發現的太遲 例如什麼 例如 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現在做的 應該要早 早幾年 就開始 經營開始做 我覺得可以update一下 可能很多人 不知道你現在 來忙一些 的境況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講先 2017年 林建輝出了 是最近出了一首乾曲 就是在2017年 叫做烏龜 跟王波文合唱的 但之後好像就沒有任何的 作品發表了對不對 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烏龜的時候 我是在韓國 然後韓國在 在準備 歌曲的東西 然後後來韓國 在韓國一年多兩年 之後我就回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是 有點在找這方向 因為我那時候發現 好像很多東西可以 其實很多 很多想法是 我到底在這一個 這個dream pursue這個dream 是應該要放棄 還是應該要繼續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一點 在想著這一塊 你的dream是歌手夢嗎 呃 我的dream 其實當歌手 一直以來都不 沒有include在我的list裡面 哦 對 呃 是因為 我記得是因為 呃 行修之後很多 很多朋友 都一直在問 哦你什麼時候發片啊 然後我就 呃 感覺好像 很難得 有這麼多人在支持 嗯 所以 我覺得歌手的 這一條路 應該是因為 呃 他們 然後我覺得不想 就是 辜負 辜負他們 yeah 不想辜負他們 那你的夢是什麼呢 你的這個dream 我 我其實是 想要 做 呃 醫生 以前 哇 救人 然後醫 對對救人 就是因為要救人 然後後來發現 醫生好貴哦 然後後來就開始 downgrade一點去 那個牙醫 dentist 厲害 好賺 但是 對 但是dentist 也是一個 很貴的 科程 而且要花很長的時間 沒錯 所以那個時候 畢業之後 我是讀 Multimedia Systems 所以它 它是圍繞著 Audio Video Production Web Designing 就是Creative的東西 嗯 然後後來 呃 畢業之後就開始唱歌 對 就因為不想要辜負 然後而且opportunity 也很多 嗯 對 然後就開始 離開自己國家 然後去了 北京 去了台灣 然後就好幾年了 嗯 對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有很多齊齊落落的事情 嗯 其實讓我覺得 欸好像很多東西是 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的smooth 嗯 對啊 真的欸 其實我跟秉宇 我們在 就在翻一些 看回你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你好像 在這一個音樂的路程啦 嗯 那聽你這樣說了之後才發現 啊原來音樂 真的像過山車一樣 對對對 好像有很好的時候 但是 又恢復到平靜 對對對 而且我記得我們去聽你音樂會的時候 我有印象喔 你有說 你的妹妹其實也是發生一個歌手夢 就是有想要當音樂人 但是你就是一直不鼓勵他 對 啊我記得你在音樂會講說 你看 你看你的哥哥現在在哪裡 你看你哥哥現在在做什麼 所以會阻止他 對 就是為什麼你會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嗯 可能那個時候 社交媒體的這一塊 這個東西還沒有開始很強 是 所以那個時候就圍繞著說 呃 女生 如果要 pursue這個dream的話 她應該是要很 就是 要從很小很小的年紀開始 嗯 所以我妹妹其實 我屋比她四年 所以她那個時候其實也 就是在 industry 裡面不算是很 很小年紀的一個 所以我覺得她的lifespan 可能沒有那麼長 哦 我就覺得好像 嗯 如果你有找到別的喜歡的東西 就先做其他的 做哪一個 我要講茶區 因為剛剛 建惠有說她在韓國有待 那時候待了多久啊 兩年這樣子嗎 差不多 差不多兩年 也是去受訓嗎 培訓 呃 那個時候是 是學韓文的 對 但是 지금은 任何事都記憶 還沒有 現在 呃 韓國話 呃 我覺得跟這個語言 好像沒有什麼緣分 沒有緣分 是吧 所以學不上 真的語言人講緣分的 對 呃 因為學語言 我覺得在那個 國家住的話 可以學得非常的快 真的 但是我在那邊一年多 快要兩年都完全沒有 pick up 到什麼東西 有啊 完全 完全 完全不知道 不行不行 欸 你們有學幾句 泡妞嗎 韓國妞 可憑 很累哦 泡妞哦 我記得有學過一句 來講一下 他是講 哪の 韓體 好嗎 理想 嗯 OK 我有一句話想要對你說 我愛你 我愛你 就這樣 很累嗎 對 但是我覺得 在學的時候就是 嗯 好玩啦 一過不要 就是我跟他講 是什麼是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接 這是一個開頭 你可以常 可以常用的 只是把後面那一句改一改 你要講的東西就可以 所以我就每次唸那個 那 韓體 好嗎 你說 我愛你 但是有成功到嗎 沒有 這是重點 沒有沒有 我在韓國 對 非常的 忍者 忍者 我沒有講到 那個韓國的插曲 有一次 就是我去 我那時候不知道你在韓國 你在那邊念書 沒有沒有 我是去旅行的 我已經讀完回來了 然後我就回去旅行一下 結果我就在那邊看到 欸 除了我之外 有另外一個人在韓國欸 Eric 明建輝 No Alvin 中進化 哈哈哈 吉他 是 然後 然後我就來TM他 我就 欸 你也在韓國啊 我在韓國欸 吃飯了喂 你們這麼熟的啊 不熟的 反正就要國外 大家馬來西亞的都變朋友了 是是是 他就講 OK啊 明天咯 但我明天要建讀另外一個人 誰 Erik 林建輝 OK啊 啊 Erik 林建輝 所以你們就三個人一起吃一頓飯了 是 然後我們就在Hong Day 我記得 Hong Day 在宏大 宏大 宏大 然後就是很Random的 三個人在那邊吃BBQ是嗎 對 BBQ You cheese的 因為超Random的 可是重點是那種好奇妙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這個飯局有點奇妙 很奇怪的組合 last minute 然後又很on oh no 就這樣 OK喔 走 吃喔 走 去吃喔 走 然後你在韓國這兩年 你剛剛說你在那邊 他說很 lony 很寂寞 為什麼呢 怎麼說 因為那個時候的 每一天要做的東西 就是要去公司 然後去錄影 然後去學韓文 然後跟他們communicate 然後玩了之後就回家了 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 對 我朋友就是我的同事 就是我的同事 所以 在韓國 其實很多 我覺得韓國的那個 expenses很高 對 沒錯 所以我在韓國 其實應該是走最多路的 我記得那時候 他還沒有有那個 public transport 就是騎腳踏車的 通道 好像叫 soul bike 還是什麼的 like you bike 好像you bike 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refuse to坐bus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好貴 每一天這樣子 OK 然後我就 走路 每天從家 走到去公司 大概45分鐘 好遠喔 45分鐘 然後你就每天這樣走 每天走 冬天呢 冬天那我下午 冬天每次走 因為我不習慣戴那個 mat mask 然後就覺得 鼻子一直流那個鼻水 但是不懂 直到流到口的時候 怎麼會有 然後就發現 對 因為太冷了 對 所以你是過著很省吃 減用的生活 非常 非常 那你在韓國那段時間 是有收入的嗎 那個時候 因為我本身有很多commitment 所以幾乎的commitment都是在馬來西亞的時候那邊 那些commitment 所以我在韓國的時候其實就是有算一個budget 就是每個月我只能用這一個 所以我算 其實他的做budget也沒有說非常的貴 只是說他 因為這個你都要省下來了 對 我就覺得長期long term的話 他就是一筆錢了 所以我就覺得 你在韓國的生活 就是訓練舞蹈啊 創作這一些嗎 你的生活 對對對 就是要練舞 哦 對 還要練舞 那時候的公司有一個男生團體 嗯 就是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過VAV 哦 沒有 對 There's a lot 就是很多 韓國很多團體 然後每一次就要跟他們一起練 練舞蹈 我覺得 你怎麼要練舞蹈 結果我那個時候 對 就三十幾歲了 我覺得我不是這一派了 我可以不要練嘛 但是 但是又不行 嗯 公司逼你 公司就覺得說 你這樣就不聽話 blablabla 就哎 三十幾歲 所以換句話說 韓國出來你就 至少要會唱會跳咯 他一定要這樣才有這樣的訓練 對 我覺得他們的訓練其實是好的 因為 他這樣子 especially for 男生團體才會有那個默契 嗯 嗯 but 我是solo嘛 嗯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 沒有這個必要 嗯 but of course 多學一點也ok啦 所以林靜偉唱韓文歌其實也挺適合的 為什麼 我們就是你看我們的特徵都很韓國 Obba 男妮跟他 哦 門不是這樣子用 對不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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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林靜偉都沒有拒絕 你拒絕什麼 我幫他拒絕 他好意思咩 因為眼睛小 對啊 是不是 Obba的樣子 只有眼睛 真的一樣小 哈哈哈哈 好小 否認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笑的時候不能笑太大了 因為就變成一條線了 我剛才在幫他調focus 你focus不到 欸 你看我一下看我一下 人家已經看我的眼睛了啦 你找不到我的那個 你找不到那個 當過分欸 其實每一次呢 我們在follow 這個林靜偉的IG 尤其是最近我們要找他上來 就特別去follow一下 突然發現他跟我 又跟我有一點像 就是 EMO金 他po的東西好像比較 有一些情緒 好像有一些心事 很感性 是 你是這一派人哦 你是走EMO的 其實我 一直以來都是 只是我沒有很會表達 然後我就覺得 呃 現在 尤其是在instagram 你會看到很多一些accounts 他會share一些 文字 一些文字 一些phrase 我就覺得 欸 就是 好像不錯的 可以 因為自己表達不到嘛 找到一些可以表達的 當下的心情啦 yeah 是什麼事情導致你 比較EMO還是你本來 呃 我覺得這個就是像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 midlife crisis 對 midlife crisis就是 當你到了一些年紀的時候 你會開始有很多東西 中年 忧郁嗎 忧郁好像很 很嚴重 很嚴重哦 沒有啦 就是一個 來到一個十字路口的感覺 可是為什麼會有 平靜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哦 我之前有講過嘛 就是 呃 音樂這條路 我覺得花 我覺得堅持是一個 我記得那時候 我常常 呃 stress on 堅持 determination 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 呃 人生就是 只要你堅持 你就會達到 你就會走到去那個 你要去的目的地 堅持比努力重要嘛 之前 對 景云一直講的 是 但是後來我就發現 可能這個是我 我自己的journey 發現很多東西 其實是 呃 beyond我們的control 就是有時候有這個堅持 嗯 但是它也是一個 天使地利人和的東西 嗯 所以如果你缺少了一些 一些 一些重要的points 嗯 你就 有點吃力 嗯 對 然後我就開始 反省 這叫反省 我就開始 reflect 嗯 呃 我在 呃 這個industry 應該有差不多十年 對 差不多十年 都一直在堅持 在做著一些東西 嗯 呃 就是要把歌唱 剛好啊 然後要 要得到一些肯定 可是 呃 後來就發現 其實 dreams跟 reality 它 其實很大的一個 一個落差 落差 嗯 對 就是 呃 我記得我有聽 呃 你們第一集 嗯 其實秉昀也有講到 嗯 就是每個月可能 都 都不超過一個數 一個數 沒有一千塊的薪水 對沒有一千塊的薪水 這個 我完全體會到這個東西 因為 我曾經也試過這樣子 嗯 但是 可能是因為我跟家人住 所以它還沒有那麼的嚴重 嗯 Me too Right 我想像如果我一個人住的話 嗯 應該會很辛苦 對 就是每一天應該過得很不快 每一天應該就是 賣肉配麵包 Yeah Yeah 就是 賣肉配麵包 或者是 水配 像巴士廢要省了 走45分鐘 是 是 所以我 我很 我盡量把每一件事情看得很positive 嗯 然後就是 覺得 這個就是人生的過程 可能在 這一個journey 會學到一些東西的 But 我 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當我決定要開一個 就跟我partner開一個 Production house的時候 我就覺得 呃 這是一個 一個 呃 比較 比較 現實的一個plan 嗯 嗯 對 因為我覺得 呃 當歌手 或者是演員 其實他不是一個 吃得飽 穩定 對對對 他 他不像 外國 的市場 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東西 嗯 你不會怕說 沒有 沒有job 沒有project But Malaysia 其實是非常的小 嗯 還要分三大民族 三個民族的一個 一個市場 所以 呃 就覺得 嗯 Yeah 應該 it's about time to 做這個decision But我又不想 完完全全 放棄唱歌 對 但可能就是 用另外一個角度 去完成這一個 嗯 這個想法 這個夢想 嗯 我其實覺得這樣很好欸 我反而這樣聽你說 嗯 我覺得 你找到一個平衡 呃 被逼了 哈哈 被現實逼 Yeah Being pushed to a corner 你就一開始想這個東西 哎 好像 但是我其實 呃 以前訪問會很多 問題 一定會問到你最遺憾 或者是最想回去到什麼時候 嗯 我 就是最近的這 這這這幾年才才找到一個 正確的答案 嗯 就是 呃如果可以的話 我要減少那個 呃 那個 堅持的年份 對 我覺得太久了 我記得 我第一次踏入演藝圈 呃 踏入這個 娛樂圈 對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有說 呃 任賢奇 嗯 也是 唱了十年之後 嗯 彩虹 彩虹 就是才有 對面的你也看過來了 上新太平洋 新太軟 哦新太軟 對 嗯 好像是十年欸 嗯 我那時候十八歲 我就覺得 十年 應該不用這樣久吧 十年 其實十年我才二十八 嗯 對 那年輕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 然後後來 渣些人就三十多了 三十多還是圍繞著在這個 嗯 好 好 好掙扎的一個 嗯 階段 階段 你在娛樂圈也算是很資深了啦 嗯 快 近十九年 有沒有面對過一些人啊 或者是 你覺得是非常 這是現實 會聽過很難聽的話嗎 有啊 呃應該在這演藝圈都會聽過的 就是 呃找得到吃嗎 問呢 問你啦 對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呃我好像是坐 Taxi 嗯 然後呃 他是華人 然後就開始問 欸你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我是唱歌 嗯 他就說唱歌是 呃在哪裡唱啊 駐唱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唱片歌手 然後後來他就說 呃其實哦 呃當歌手找得到吃咩 就是 我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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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ow on the surface 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 那个mindset 被带到去另外一个方向 就好像local的就一定是不好的 local的就一定是没有什么quality的 是是是 其实跟演戏一样的啊 如果好像有时候 演员最怕遇到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问你做什么的 哦我拍戏的 哪里一台的 八度空间 哎呦我没有看电视啊 对对对 我很久没有看local drama 我不知道local drama在演什么的 这样 一听到这个你会 伤心 我不会这样 我还好耶 因为 我其实可以某种程度理解 他们已经 就是现在人的生活 可能 网路 对跟电视 就真的又有一点点妥介 我可以理解这一点 但我觉得你不用be proud of this 你不用be proud of that 我不supportlocal的 我不看local的东西 对对对 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骄傲 你可以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 已经没有什么在看电视 支持国货好吗 Made in Malaysia 对 有没有被身边的人啊 可能是好朋友啊 身边的人有啊 呃 也会这样 质疑过你吗 前女友 前女友有问 就是 你想要唱到什么时候 哦 对 I mean I'm ok 我觉得这个 是该要问的东西 but 因为那时候被问我 其实没有什么feel 嗯 我就觉得 诶 是吼 他唱到什么时候 然后 过了一阵子 就会觉得 诶 其实 要正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嗯 I mean like partners 不是应该是支持的吗 嗯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诶 but 可能也是因为 我也明白 他的立场 就是 我觉得 呃 可能他也看到 整个journey 好像没有什么 突破 突破 没有什么future 这样子 然后对一个女生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 需要 安全感 就少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以前 以为安全感就是 啊你不要乱来 就是那个安全感 but其实 along the way 就会发现 呃 安全感是 经济 不只是那一个 yeah 经济也可以是一个 哦 ok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经济哦 是吗 女生 会吗 你会这么觉得 在等你们问我吧 不然呢 你就是现在才是一个女生啊 I knew it 你找一个男朋友 对啊 男生的经济状况 我的立场是 我可能 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女生 但我的立场没有 我如果找另外一半的话 我会觉得 没关系 经济我来 哇 我可以 我可以是 如果 我不依赖 我不想 但我 我觉得只要那个男的 他有上进行 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前提是 他也不能够 他不能是一个 太怠慢的人 他不能是对自己 没有要求的 只要他对自己有要求 如果他 赚的不是很多 it's ok 但是比如他搞艺术好了 可是他真的 每个月的薪水不固定 但是你要选他 你不能expect我养你啊 你要能够养活你自己啦 这样前提 他也是要有自己自治能力 而不是你要去养他 对前提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任咯 只要他能够对自己负责任 我觉得都ok 其他的一律 因为我觉得现在家庭很难单方 就是只是一方 支付要辅助嘛 我觉得是双方的 family来讲的话 而且partners来讲的话 我不能够只expect是你一个人 为这个family bring to the table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会是那一种 经济的那一方面的话 没关系 我可以handle我自己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 那如果是family的话 我们再来谈看 如果我这边比较 我可以afford的话 那我就bring more to the table 是怎么样 所以他是没有一个 expiry date 你不觉得说 可能一年两年之后三年之后 四年五年你还这样子啊 还要我来照顾你 但是他还是寻找着自己方向 然后他还是在努力着的 只是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 这样只要看我爱他有多深啊 right 所以 所以是有限制的 no 有限期有期限的 yeah oh no 这样会不会 你跟你前女友是不是因为这样 然后就 我们其实 我们是因为远距离 太远了 所以 可是那个好几年前 太远了 他在美国 我在这 所以那个时间已经是 12个小时的时差 so 应该是因为 他有顾虑到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点 我们的那个base在哪里 他可能 会想要在那边工作 然后我又不可能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整个过程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然后还要省着看哦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说 哦 还有几集就看完了 一看完了就没有事情了 yeah 哦 这样的生活 yeah so 每天就是 要省着看 看的时候要 因为你看 你会觉得 没有那么无聊 你不会乱想东西 然后后来 后来经过那一个 就开始觉得说 要有那个伤经 伤经心 就是要改变一些 之前没有办法 就是一些cost的原因 要去改变这个东西 要去学更多东西 so 现在小时就觉得很好笑的 因为我有想过要 这边东西全部放弃 我就过去美国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可是想久了就觉得 不实际 不实际 我就去那边干嘛 就是洗碟吗 然后洗碟可以洗多久 然后 you know like 我会想很多 应该的啊 他的朋友就开始讲 哎 你男朋友做什么的 哦 洗碟的 不可能嘛 是咯 这也是男人的自尊心 所以有的时候 面子 面子 还有一些决定 其实也要 long term的去想 要么late bloomer 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慢 才想通啊 对 late bloomer 我是个late bloomer 但我觉得男生普遍 都会比较慢 我觉得男生 比较慢 长大 对 比较慢成熟 男生普遍 很少男生 可能在18 19 所以就很清楚 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自己要干嘛 根据研究调查 极确女生 也比较早熟啊 思想上面 我觉得我大概 15 6岁 我就很清楚 我自己要做什么 像宝衣也是 对对对 男生应该 有时候可能要到 27 8岁 三十而立嘛 对 三十 然后才比较清楚 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 男生应该是 go with the flow 对 比较 乐天派一点 对 所以刚刚 Ari有说 如果让他 回到一个 过去的时间点的话 他会想要回到 他会让自己的 这个 做 至于梦的过程当中 可以快点做决定 对 因为以前很 很 被动 嗯 很多东西 等人家来 对 等人家来 或者是想到不敢说 but if我可以回到去 就以现在的这个 我回到去 就不会这样子 我就觉得 一定要讲 想到什么 要讲 之前这么的不稳定 不管是经济状况也好 整个职场的规划 是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 我觉得好很多 就是因为 做了那个决定 要往 可能往production 这一块走 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 它是一个business 它是一个生意 然后 其实 稳定 就是从 生意那里开始 我觉得 因为 当你有 这个东西 就好像你的baby 然后 你会 想尽办法 去 把它做好 然后为了 有更好的 because 这个东西 是可以control的 对 it's different from 你签给一个经纪公司 没错 是 你没有办法control 自己的生活 自己做主的概念 对 所以现在讲 如果你现在找一个 女朋友的话代表说 我跟林杰惠是有安全感了 你应该是confirm这件事情了吧 对 你跟我是会有安全感的 我觉得现在还没 还没哦 我觉得还没 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 要去经营 我觉得现在 I mean 才一年多 这个公司 我觉得 even even from 一个business的perspective 我还是有很多东西 还没有 还没有学好的 嗯 所以我其实最近也开始在看书 嗯 以前看的书就是那种小说啊 Fiction啊 Fiction啊 Lovey-dove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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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我觉得看实际的东西 嗯 像Robert Quark的Mores OK 我觉得那些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自转 对自转 就是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经历 对 然后 可能是 Yeah I mean 我会觉得 现在做每一件事情 就不能太过浪费时间 嗯 如果我 我做了这个 decision 我就要 make sure 好好去做它 对 OK It has to be on point 所以你现在空窗戏 已经一段时间了 在感情这一块 嗯 算是吧 就是那时候健身到现在 中间都没有 健身的故事 中间有一些好感的 嗯 但是 可能 我觉得那个 实际不对 实际不对 还是你不敢 其实有尝试过 OK but it's very bad like 没有好到好看吗 bad as in how bad as in like 会让我更肯定说 感情你真的是必须要有这个安全感 这个所谓的安全感 可以 很重要 给到它 才可以维持 but then at the same time 我会觉得好像很现实 就是为什么是要这样子 对啰 为什么不可以是 可以 support each other 对不对 but that's in the same time but that's in the same time 感情 呃 对不对的啊 这样就是 因为我那一段感情其实 呃 就是两个也不上不下 嗯 right 然后呃 它又因为换工 呃 造成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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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嗯 然后可能我又 然后可能我又 assume很多东西 OK 因为我是 我是会 特地 有时候我们讲两个人在一起 你会想要 呃 AA 对 是对还是不对 right 或者是你 呃 在在了一起 呃 你会 呃 不用他付钱 去吃饭的 嗯 然后我是那种 我会特地的去让我们AA 嗯 我可以 我可以付吃饭的钱 我可以 请 嗯 干嘛干嘛的 我可以买很多东西 可是 可是 我会觉得 一个健康的relationship 应该就是 呃 女生 嗯 会 offer 就觉得说 诶 这一场我请好了 嗯 哦 你会主动的 而不是因为说 男生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right 我觉得那个mindset很重要 是 是 这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对 所以 那个时候的 那个感情 就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 我就以为 she's ok with这个 ok AA的 but 他不能 吵的时候 其实 原来 原来不行 原来他 他不行 他要男生出玩 对 他 他讲白点 他就是 想要很 很安全 很安全的 很好的生活啦 right 所以 我就会觉得 呃 我好像 做了一些 没有point的东西 那你找我啊 都没有緊啊 照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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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刚刚被她请了一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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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刚被林洲 很难免的可以聚在一起吃饭 真的 it's either 因为有工作才可以一起吃饭 或者是 更何况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不要这样讲 哎呦 你叫我呗 因为 不是因为刚才一次问 就是聊到底这歌曲 我每一首他的歌 我基本上都会哼 我还问他 到底哪一首歌曲 是你最喜欢的 你有想过吗 你自己唱过的歌曲 有啊 我有分喜欢跟 喜欢听 跟喜欢唱 哦 喜欢听的是 我喜欢听内伤 你不懂我内伤 马上可以cue你看 这首好 这首好听 就喜欢唱的呢 我应该会喜欢唱宝贝 我要说我做的不对 我应该是最常唱的歌 是 最常一点的歌 我喜欢唱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 可以 可以一起大合唱 然后她也比较好唱 内伤也是很多人喜欢听 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会唱 Pauline结婚的时候她唱内伤给你 这样不是很对哦 因为好听 两个都不行 不然你要再说一首 另外一首我听见人家你宝贝 这个也可以啊 你在结婚的时候唱着什么 可是就她唱给我啦 这样是别人叫我宝贝啊 可能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 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就是 可能你跟你husband的baby 两个生的孩子的baby 你也可以唱给他 他可以唱给你 其实你知道吗很奇妙的 因为像我刚刚开始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 我真的不常听中文歌 但是你这几首歌 真的是很熟 而且洗脑的那一种MV 你的内装MV是在Banda Botanics拍的 You're right Botanics后面 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shop 对 那个时候店 全部店都没有开 你看 你看 而且还有车祸的戏 对对对 有车祸的戏 一个人的戏 对 真的 那个女主角 其实是我看到Henly的 Music Video 其中一个 看到那个女生 就是Tracy OK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的感觉好好哦 就是 就是很干净 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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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是因为 MV是在Malaysia排 然后那个专辑有一些歌 是在台湾拍MV 嗯嗯 我就觉得 马来西亚一定有一些 像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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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子的女生 然后我刚好看到Henry的 的音乐视频就 嗯 这个女生是谁 这是谁 这是谁 然后我就开始跟马导 我就跟他说 这个 这个可以表达那个 歌曲 现在Eric 你找MV的女生的条件 跟你接下来找另外一半的条件 有没有共同点 你接下来找另外一半有什么特质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要可以AA 哈哈哈哈 ok I mean 你是说外表吗 还是个性 都可以啊 嗯 我觉得 我先说个性 个性其实 我最重要的那个点就是可以click ok ok 无所不了 无所不了 right 我觉得那个是 core 那个是整个relationship 就是有共同兴趣咯 这样子 其实也不一定是需要共同兴趣 我觉得那个 可能是因为我很好聊 嗯 哦 ok 而且 那个那个 那个chemistry 因为有chemistry的时候 就是 这个人喜欢的 也会是我喜欢的 嗯 对 我比较是会去 what's the word 比较 English 辅出吗 比较辅出 会显踏出那一步 哦 会付出 付出我的全部 yeah 付出 付出我的 全部 right 我给你幸福 哈哈哈哈 对 其实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我觉得 一个relationship 一定是有一个是特别的新款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的 所以是click的来的 click的来的有chemistry 然后外表的话其实 长头发短头发 我喜欢短头发 我觉得 这个no offense 我就是觉得很多 现在太多 很主流媒体的那种 长得很像 没有太多长头发的女生 对 even现在 sometimes有些client的job 或者一些project 我的requirement 其实那个女生 不一定是要漂亮 她要有她的特色 辨识度很高 其实可能一看 你就会记得这个人 Pauline算是辨识度很高的女生吗 算是 真的吗 我觉得Pauline有一点 婚学的感觉 没错 她在走边一点点 就会去到泰国feu了 没有啦 没有泰国啦 是土耳其好吗 不是South East Asia的国家 不知道哪里呢 没有啦 我要讲吗 我还想说 这个节目一路完 立马 剪头发 立马 Pauline会是你的那个条件的那个人 为什么你要拿 我还做比较的 刚好刚好 一个一个 呃 我跟Pauline其实 对 我是你们两个一起第一次见面的 嗯 然后其实聊天认识 也好像是 今年 嗯 开始有 比较长喔 比较长互动 所以我 还没有 真正认识 真正认识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那个认识的 程度 是 是很重要 真的真的 我记得有一个 Keanu Reeves 嗯哼 有说过一个phrase OK 他说很刺激的relationship 嗯哼 很刺激的开始 是是 oh god happy halloween everybody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那个有一些 有个东西飘过 真的吗 没有啦 有东西掉下来是吗 嗯 嗯 哈哈哈哈 我们在一起是Christmas 不是Halloween OK 那个Santa Claus走过的 他露了他的 登登 You are right Keanu Reeves 有说一个很刺激的开始 是是一个很危险的relationship 哦哦 对因为 嗯 他的意思就是 当你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就开始很 很刺激 就是很快 很喜欢 很快的时候 他搞不好 就是一个 not so stable 因为认识彼此的 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 yeah I mean Keanu Reeves 讲这个东西 应该是有他的原因 嗯真的 所以 其实能够长久的东西 都是平庸嘛 就是比较 比较 你知道生活的东西 本来就是小小的 嗯 是是 but I mean like 现在的 每个人的沟通方式 其实 也可以很快 但也不代表 像Keanu Reeves 讲的 那个会不好 是是是是 就是看彼此 怎么去 了解彼此 现在在一起分手都很快 一个WhatsApp就解决了 对 都很快 Diam I hate that 很相信耶 我们在一起吧 格林在一起啊 不喜欢了 我们分手吧 然后永远消失了 yeah 现在的世界 不 这会不会是一个 呃 不不不 不想要去面对现实的一个 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 很 childish 真的 没有很多东西应该是要 见面的 是真的真的 Come on 12月我们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是真的 Merry Christmas Happy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OK 圣诞节 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啦 找他上来 要谈谈唱唱嘛 对不对 我想要圆一个 自己私底下的梦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 是私心来的 我觉得说 哇 跟Eric这样的人 如果拍拖的话 很浪漫 对不对 很浪漫耶 哇 你做过最浪漫的 庆祝过最浪漫的 圣诞节有没有 做了什么事情 最浪漫的圣诞节 没有 跟我Eric 没有跟我Eric 每一天都很浪漫了 Hello 不消解语哦 不一定要圣诞节 None 我也没有 可是做 对relationship 做过 最浪漫的事情 应该是有做过 画画 OK 自己画 就是Sketch那个东西 OK Sketch那个 素描 然后 你没有唱歌吗 给另外一半 很少耶 真的哦 因为 其实我一直 从 even 小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如果可以的话 不想让 对方知道 我是会唱歌 歌手 为什么咧 你要突然间 某一天你唱的时候 他就觉得 你想要在舞台电他 是吗 不是 我是一个很 如果我不唱歌的话 我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男生 对 所以我是希望他会喜欢真正的我 Appreciate你的平凡 Yeah Appreciate我的平凡 看向凡人 对啊 我们都是不平凡的凡人 Yeah 其实我觉得这些 会唱歌啊 会哗哗 这些是个bonus 但 真正的 可以maintain 这个relationship 对 是他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core 就是他的歌性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细心啊 一些character personality 我觉得啦 这样你有没有很浪漫的 你有庆祝过 为你的另外一半 做过很浪漫的圣诞节吗 有没有 我很认真在思考 OK 很没有 不是 有认真思考 只有两个 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太多 太多 这样我很答应是不是 没有啦 一看就懂了 我懂了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 你 对 他应该也不是什么浪漫的人 你是实际态的人 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不是 你咧 我觉得我是 就你做最浪漫的 他没有另外一半 sorry 我也会做 朋友做过很浪漫的事情 他不太单身来的 如果可以 为你 就是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做最浪漫 做浪漫的东西 你会想 我会收集我们 从头到在一起到尾的照片 然后 我会放着一个相册 然后 然后偷偷的送给他 我跟你讲 就是记录我们的过程 要不是很多 对呀 现在手机很方便 所以你看 大家就是拍手机 只是丢上网 可是我是喜欢把照片 洗出来的人 我跟你讲 我有做过 实体 我跟你讲 我有做过这种事情 结果你要看的 这种时候 你就要看你的另外一半 会不会appreciate 你这些行为 另外一半是不会的 看一下 是 因为你送了这些东西 那数到现在在哪里 都不知道 我最喜欢收这种东西 是 最有温度的礼物 是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收集过所有的照片 贴美美 Degrees 美美 我还手写了 我那种 写下他时候的回忆 你Facebook没有办法翻 你知道吗 你真的可以 慢慢回味 我做过了 那本书我写了一年 跟林剑惠听 林剑惠音乐会 你看 其实那些很重要耶 对啊 记录点滴耶 是不是浪漫 你是说 我做过 这样我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 sorry啊 我那个不会形成 那你有问他为什么吗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他应该会感动吧 但我觉得 像你刚刚说的 平凡 我觉得我们两个relationship ok 我可以 我可以 这一遍我不介意这样的 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十年了 哇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core就是 嗯 我不会去 我们彼此都不会去做太多 惊喜 surprise 那种什么 但是就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东西 我是很容易知足的人 就是那种 他知道我想要喝咖啡 然后他自己hand brew一杯咖啡 我觉得够了 right of course 就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 而且他的另外一半会 因为他是一个东西太多 多到自己不会整理的 他另外一半 他也是处理做嘛 他会帮他整理 他会帮他整理 这应该 比如说这种随随罐罐的东西 你应该放在bag的左边 在右边 他会帮他整理 我看过他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贴心 因为我们就很烦了 很多东西 他做好给你 是啊 所以我就不奢望 那种 哇 celebration啊 不用庆祝好 哈哈 就是可能有一天 给你一个surprise 是有了这些element 你就会 他会吓死吧 他会吓死吧 你觉得你是你吗 真的啊 你做什么 不是 是不是林健会教你的 哈哈哈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做了 你欠钱是吗 你要欠钱是吗 哈哈哈 这Ari 今年有没有想要跟谁过圣诞 应该就跟朋友过吧 嗯 因为我 我家里 就对 我parents他们 应该 他们有自己的节目 嗯哼 嗯哼 我们都很少说 除了是新年啊 除了是过新年 农历新年 but christmas 他们应该会自己出去玩 嗯 然后我一般上都是 自己一个人 不要一个人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哈哈哈 but我今年应该会跟朋友过 呀呀呀 找不到朋友你可以call我们的 就是exchange party 嗯 找不到朋友你可以call我们的 我们可以join 真的 今年的圣诞节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 你call我们 OK 我们陪你唱圣诞歌 哈哈哈 可以不要唱歌吗 可以 可以 吃吃喝喝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呃 围入我们两个人的小小梦想 你可以在开上方人圈 唱一些圣诞歌 给我们的 开箱凡人的朋友们 真的我觉得是我私心来的 我会imagine 哇 你看早上醒来Christmas的时候 哇 如果是跟林江蕙是另外一半的话 哦 他唱Christmas 就在耳边唱给你听了 这样有点 哈哈哈哈 好像剧情 偶像剧啊 那种breakfast in bed 哇 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想要做啦 但是 嗯 呀我觉得 可是我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有时候 想要做的东西 but if 你在那一个situation 你就没有那么的激烈想要做这个东西 嗯 unless 是突然间想到 嗯 有某一些特定的 对对对对 对 of course like random 如果突然间做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 很开心 Surprise 就是他开心我也开心 大家开心 一个小小的惊喜 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就请Eric来唱 哦 其实乌克力很适合出现在圣诞节 给很多所有还单身的一些朋友 如果你们这个圣诞过得很寂寞 很没关系 我们有Eric迎接回 现在唱歌给你听 是 所以我们是要唱 圣诞歌先 圣诞歌 我们唱Jingle Bell 好啊 missile saw join 一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有沒有不一樣了 Yo 有開心啊這個聖誕節 這樣我們可以貪心嘛 再Encore一首 趕快再出來唱歌啦Ari 真的大家都期待 我希望就是明年的整個東西會比較順一點 一定會的啦 有什麼New Year's resolution 應該就是圍繞著工作 然後可以盡快有這個安全感 嗯很好 So sad 對不對 不會的一定的ok的 你知道人生到了一個谷底之後 就不能再笑的 你就是只有往上上而已 你掉進去更緊 你就只能往上爬而已 接下來就是往上爬的時候 希望囉 對 因為很多啊這個 還有一個家裡是最大的孩子 哦 有這樣的負擔 這個也是一個 負擔 尤其是我媽媽跟我爸爸 都常常會這樣 欸 你是不是要想一想 未來結婚的東西 What 會 stress嗎 人家問你 你看我們幾好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是 差點要問 這樣你有想要結婚了嗎 沒有 我其實我對結婚還好 很早期的時候 小的時候有一個計畫的 就是我希望在26、27就要開始 就要結婚 因為我媽媽是 我媽媽是26 26歲生我出來 26、27結婚啊 ok啊你現在25嗎 蛤 所以 會有那個 哦 我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那個時候要結婚 我很多朋友講什麼 成家立業 立業 成家立業 成家立業 有家才有利 對 因為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需要把我career做好 我才去想這個 是是是 他們覺得要先組織家庭 你的事業才會成功 對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子很 很stress 很stress很危險嗎 是啊 你會覺得嗎 如果另外一半是願意跟你一起 慢慢這樣爬起來的話 那可能可以 如果另外一半 你看我們三個都還沒有結婚 你就知道我們是立業 我們就是先立業的 對 真的 ok 我們這時候要進入這一個單元 是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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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yes or no yes or no 的第一題 我來問好了 好可以 在娛樂圈啊 這個圈子裡面 你的異性朋友 比同性朋友還要多 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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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同性朋友比較多 yes 對 同性是 男生朋友比較多 yes 比較多 男性朋友也比較多 你熟的 最好的幾個圈子朋友是誰 呃 阿兵 方炯兵 壞人嘛 對 你看啊他們真的 一個叫壞人一個叫好流氓 你們想怎樣喔 而且差不多時間點出各歌曲 是是是 對那時候壞人先出 對啊 然後就被好流氓 對啊你看 這樣這哪是好的流氓 他是壞人也是好人啊 他的歌詞 明明是這樣講的 應該是 阿兵 衛拳 衛拳 然後 Henley Henley也是 Henley 施朗宇 Jonathan也是 男生朋友比較多 是因為我們有這個group 叫做 pop pop group 一起去 P-U-P-G啊 不是吧 吃雞的 再找一起 這個是 before刺激 OK Counter-Strike 所以我們有一個group chat 然後裡面全都是男生 阿哲啊 小洞啊 Billy啊 很多啦 就是每一次都是會 阿Jek也是有 每次都是約一個時間點 然後去打機 去pop pop pop I see 現在還想聯絡啦 這些朋友 對都有在聯絡 我也是會text 傳一個簡訊 What's up my man 那你身邊比較好的異性朋友 有誰 這個圈子的 好的異性朋友啊 你不要說沒有啊 我們會 Lolly I am so lonely 他很多 他很多 同性朋友啊 又說異性啦 異性還有誰 異性 最近的 高益吧 OK 高益算比較常聯繫的 因為他是演戲 他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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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耶 對 那年有在啊 今年年頭 是不是 順緣的Webettin 那時候是你們第一次見面嗎 第一次見面 我還記得我是在中間 高益 Mirry 高益 是 因為我 其實 對他 他給我的impression 是從 一個 戲劇 一個series叫 Loweth First Swipe 所以 我 就是看了那個 因為健身的時候常常會 你在跑步的時候很 我找一些東西看 看一些東西看 我就看到這個 他跟Fabian 然後就覺得這個 這個故事 你也有在啊 你是他的姊姊 對 可以趁眼他姊姊一下 對 然後就覺得 因為可能 你在做creative 在production的時候 你會看很多這樣子的東西 參考 可能看他的color grades啊 然後那production value多少 我就看到 看到 真的不錯對不對 整個東西 整個很好 很nicely carried out 是 所以現在還有跟高益 繼續聯繫 保持聯繫 他現在在 在醫保拍戲 是 是 第二題 我們來問一下一些關於 Christmas的題目 Come on Shit 請問 全世界啊 擁有最長聖誕假期的國家 是什麼國家 A 芬蘭 B 葡萄牙 C 菲律賓 還有芬蘭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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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的嗎 菲律賓 菲律賓 你猜的 Yeah Oh yeah Let me tell you the secret Yes 來 其實我不懂 然後 只是你覺得很 這個國家很奇怪 這個國家為什麼會 是菲律賓 因為他的國教 他的國教就是天主教 Right 所以他的假期是從12月的16號開始 然後到隔年的1月 What 所以他有差不多 23天 20多天的假期 What 真的 是不是 還要長是不是 我們15天而已 15天而已 15天也不是放到完啊 你只可以放五六天 我們自放 自己放 OK 掌知識了 再來一題也是跟聖誕酒關的 下面哪一個國家啦 真的是有聖誕老人村 然後真的有這個聖誕老人的職業的 真的有這個職業的 A 挪威 B 約旦 C 芬蘭 來了 考考 我選挪威 挪威嗎 所以是哪一個 芬蘭 芬蘭是真的有這個聖誕老人村的 而且齁 他們每一年都會收到 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小朋友寫信給他們 那些聖誕老人是有認證的喔 他們會寫信回覆他們的 哇 這個工作很好玩耶 是不是很不錯 有點像是解憂的概念 幫大家解決問題 所以他一整年都要工作嗎 還是只有十二月的工作 這個問題很好 我的資料還沒有做那麼多 我還有問一個問題 可以E-mail的嗎 一定要寫信的 我覺得寫信才有溫度啊 那收到嘛 地址是什麼我想寫一下 我們來回去check一下 不然大家留言喔 如果你知道這個的話 挪威所以是可以寄到去那邊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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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寄到去那邊 好 最後呢 最後 Eric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要問我們兩個 現在是Christmas Christmas之後就是新年 你們的New Year's Resolution 我又挺不一樣的 真的啊 我講什麼 我先講 我希望可以把開箱犯人做好 你不可以跟我講一樣的了 那我希望開箱犯人 可以有錢進來 我相信這個很快 你有在看吧對不對 我有在看啊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啊 整個方向很明確 然後 他的 Line-up 是Line-up 就是Program Line-up 也非常的 就來的嘉賓都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本來 在Social Media Digital Platforms 本來就是 要 借力 就是 可以 大家上彼此的節目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 我們 他整個 其實整個 網絡的 網絡的 是share的 大家是share的 他一個人 他可以跟這個 channel 可以跟那個channel 所以他的 那個幾率 其實成功的時候 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以後再邀請你 上一刻的時候 還可以再上來玩 OK啊 因為我覺得 坦白說今天 我了解他很多 是不是 這一集的 podcast的內容 我有很 然後我也很 很滿意 我知道一定可以剪得很好 因為 我們都看看而談 很多耶 很多的input 更有很多的 想法 可能沒有很多人知道的故事 像你在台灣 你在韓國 這些東西 好像很少聽到你sharing 最快 也很少 也可能是因為以前 比較 悶燒 想說不敢說 然後又 怕講得出來 好像 是不是不應該講 好啦 以後多喝幾杯 就講完出來了啦 這個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達到的夢想 因為我對酒精 會過敏 所以我沒有辦法想喝 你不喝啊 但是我 我就是有一副 很會喝的臉 真的 我以為他是可以喝的人耶 我每次出去 大家都是 喂 那你在韓國是怎樣相存的 我韓國喝水啊 包水喝 韓國 韓國的文化就是要喝酒啊 他們的那種 韓國喝 韓國喝最多是咖啡 對 咖啡跟酒 是咯 酒的話 我真的應該 好像 你都不能喝 你都酒精敏感 是 其實他們吃飯也要喝酒 在韓國的話 是咯 真的 好啦 這一集真的跟Arie聊得很開心 而且我們你看又抱腫了 不知道要怎樣剪 我們又抱腫了 去剪腫了 你不懂我那一雙 每個星期日的晚上九點鐘 Spotify跟YouTube都會同步首播 開箱凡人 Unboxing People 沒錯 那也要記得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開箱小鈴鐺喔 然後有問題要問林建輝 或問我們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Share出去 給更多的朋友看到 同時間要看語錄的話 可以去到 這個Instagram Unboxing People U-M-V-O-X-I-N-G-P-E-O-P-L-E 哇厲害啊 你的詞語 這個詞語 如果錯的話 就要打屁股了 好啦 下個禮拜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